據澎湃新聞網3月2號報導 四川滋陽汪先生去年在中國電信 購買了一支價值4,000多元的5G手機 當時他被告知 5G基站已經覆蓋了 可以使用更快速的5G網絡 然而半年後 他的手機經常接收不到5G信號 經聯繫中國電信後得知 是當地基站由原本NSA模式升級為SA模式 導致手機無法使用5G網絡 汪先生還被客服告知 只能自行更換新手機 或提供充值花費、送花費的補償 他直言自己被騙了 前《鳳凰網》編導張珍瑜先生表示 在中國 5G技術尚未穩定之前就推出芯片 導致這種老的芯片的手機 無法使用新的5G網絡 張珍瑜指出 中國5G基站的普及率不高 整個5G離真正的應用還有一段時間 中共當局稱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的5G用戶去年10月突破2億 但同年11月卻傳出用戶被5G的消息 引發外界對大陸5G用戶真實數據的質疑 清唐人記者 常春 陳傑 黃雨寧採訪報導